电动车产业 为什么在今天特别要谈电动车产业呢 因为在今天外媒大篇幅报道 说习近平家族啊 事实上把手伸到海外的电动车产业 习近平家族涉足电动车产业 欧中峰会天变数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他们在海外赚非常多钱 而这个所谓的习近平家族又指的是谁呢 好 习近平家族的这个外国人是位老外 就是要杀他的外甥女婿 卷入了重大争议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欧洲峰会 对 所以我想今天讲这个主人 应该就是像电影《最后大丈夫》 最好的翻版 一个一届平民 怎么样棒大款上位 这个主理大家来看这个大胡子叫胡大牛 叫胡大牛 他会不会是老外 所以不太会取名字 应该是这样 不然普通中文本 一般中文人不会取胡大牛嘛 大牛感觉好像傻乎乎的 英国人胡大牛娶了谁呢 娶了习近平的外甥女 所以他们说这叫做习近平家族 对 而且是家族 而且我说老实话 去查胡大牛 只知道是最新的说 是菲斯克在上海的董事 之前其实他没有什么家族显赫 所以他等于什么 透过姻亲的关系 所以才什么 进入了什么 整个上海的什么 整个高端圈 我说老实话 为什么说这个最后大丈夫 因为胡大牛 其实二十几岁就来到上海 当时他默默无闻 他英国人 然后怎么样 榴连酒吧 榴连酒吧去认识到他的外甥女 吴雅琳 是这样 他们是自由恋爱 认识了 才知道 这个大官的女儿 所以开始什么 联姻之后 直接往上爬 所以到最后 他在IBM也待过 Nomel也待过 那看起来都是怎么样 都是外派在中国的代表 那最新传出来就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说这次的什么 那是一个外甥女婿 是电动车 的股东士 应该也是股东 对 为什么会影响到欧中峰会呢 这样简单啊 阿冠 现在欧洲最不爽中国是什么 因为怎么样 你中国补贴太多 让我什么样 欧洲什么车场打不进去 你可以打过来我打不进去嘛 所以欧洲峰会说 可能没有谈出什么结论 那这一家 所谓我们说福大纽带的公司 叫什么 FISC 阿冠安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说 欧洲美国这么不爽 如果FISC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 没有问题嘛 可是问题 他是靠补贴活着的 大家先看FISC好不好 FSR这家股价 你看 惨惨惨惨惨 已经跌掉百分之五十七 所以意思是怎么样 今年度在第三季 在十一月份的时候 财务长说出来 我要公布什么财报 结果十一月八号的财报公布之前 十一月六号说 财务长换人 怎么办 这个还没说 股价就先跌了嘛 那一定大家知道 一定很差 那卖得很惨 结果公布出来果不其然 财报出来 本来预估营收要一亿出来 只有什么 只有七千万打七折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呢 大家会去看他 你到底交车多少 现在大家都拼交车量 今年本来怎么样 本来说说得很好 结果现在怎么 一个月交车一千辆 所以全年度交车一万辆 那么明年就会看到 本来预估明年要double 要交车两万五千辆 拍赛 最后出来 因为换了财务长 根本交不出车 所以就怎么样 说我的交车数也下修 好 那阿关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下一步呢 因为现在有没有可能 欧洲就要修理中国的电动车呢 为什么特别在此时此刻 释放出这样的讯息呢 特别是欧洲一直就像 昌行所说的 一直对中国进行大额补贴 造成电动车市场 特别是中国电动车市场 杀价竞争非常不爽嘛 对 那么现在给他们逮到小辫子 说原来搞了半年 你们是你们自己的 习家的家族成员 在做电动车 所以你们才会大额补贴 这样的讯息 是不是有可能导致 中国的补贴不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是中国更团结 你故意修理我 连这个世界国先出来 你知道习近平家族 在海外有非常多钱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你竟然敢公开说 对 所以说彭博 我们查到最新的资料 居然是2014年 2014年之后 没有资料 其实他们是被噤声的 对 Bluber他就那时候就爆 结果Bluber这次进人 对 结果说实话 竟然敢投马蜂 对 所以说当时爆出来是怎么样 他基本上就持有好多企业 包含江污集团 还有北京的何康 所谓的企业 说出来大概将近 3.7亿到4亿的美金 就是他的大姐的 大姐跟大姐夫 大姐被爆出争议 被爆出争议 然后爆出争议之后 香港也有豪宅 将近3000万 结果Bluber一爆出来之后 大家发觉 原来你习家这么有钱 大家请记住 2013到2014被爆出来 爆出来之后 开始脱产 所以这些财产的都开始变卖 你就看不到了 是 那现在又被爆了 对 然后 你听完 听完 真的真的有趣 卖给谁 肖建华 明天系的 卖给他之后面这个就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一起 你今天 你把整个爆料之后 从而都不见 所以今天为什么 我们说这个福大人 被爆出来之后 FISC也很难看 为什么 因为FISC在上海 拿到补贴 拿到关税减免 也拿到厂房 FISC居然说 在上海明年投产 七万五千辆 你在美国买一万辆 你在上海要卖七万五千辆 那当然啦 想到这福大人就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今天外媒 把这个不能说的秘密 讲出来了 那说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 中国电动车产业的补贴政策 不能不得而知 不过现在中国电动车 过去是以比亚迪为首在打仗 对 没错 现在是双引擎 除了比亚迪之外 据说现在华为也要组大联盟 对 我觉得 这个倒是大家要观察一个重点 以前的这个所谓的 中国的电动车 是以品牌为主 然后车海战 但是现在华为 从Mate 60出来之后 改头换面 它变成平台 我觉得为什么最近 你说红海国要上不去 MIH的平台 跟华为的平台 不好意思 华为的平台你看 齐瑞 赛利斯 北契 通通用它的平台 所以现在华为就是什么样 我有品牌 我有平台 所谓的平台 如果我讲出来大家就知道 鸿蒙嘛 所以鸿蒙OS 不好意思 以前是给手机用 现在给谁用 给电动车用 所以你这一些 自己开发的这些汽车厂 你们不用开发平台了 所有用我鸿蒙OS 那鸿蒙OS出来之后 你看 11月26号 27号28号 所有这些汽车 一个一个都加入什么 加入所谓华为的共同投资 好啦 那华为就怎么样 趁势而上 我的M7 我自己有车嘛 问界 问界 M7我就要出台 那出台就怎么样 M7挟带着最新的M9 两个就怎么样 开始在市场上 开始比拼 所以最新听出来就是说 包含它的M9 基本上会在12月上市 可是我们看到消息是什么 还没上市已经卖三万五千多台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有很多的秘密 我有什么鸿蒙系统 然后我有最新的Lighter 可是我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大家都说今年电动车没有涨 可是我要让大家看到 今年电动车中国的销售量 我认为是成长率没上来 可是绝对数字是创新高的 所以表示说中国的车厂 不一定赚得到钱 但是你卖零件给它的一定赚得到钱 为什么 因为它的量是变大的 所以现在的中国我觉得 价格战之外 它连平台都升级了 所以会是特斯拉的一个很大的进敌 但如果要做电动车 要做自驾 没有NVIDIA就差很多 没错 所以据说中国现在在极力拉拢 黄仁勋 对 所以说黄仁勋 讲快嘛 黄仁勋第一个 我跟大家讲 大家都说黄仁勋之前是做显卡 不好意思 它其实NVIDIA 其实在三四年前 就有一个Driver in的 就是说它在这种所谓的自驾的ADS 自动辨识方面 它也要很多的图像能力 好 那我今天要打进去中国 不好意思 我不能靠H100 V100这些高阶晶片 我也要什么 自动辨识的车架晶片 但是我在什么 中国私出无名 所以我就要找一个中国的合伙人 这个人叫做无心中 那他怎么样 很厉害 他也是在什么 海外留学 海外留学之后 大家看看高通 在高通做过十年 所以你对通讯 对这些所谓的一个讯号 很了解 结果被谁挖去 小鹏 所以小鹏把它挖过去 而且是关于小鹏的副总 对 关于小鹏的副总 现在小鹏这样 暂时下来之后 不好意思 开始怎么样 他就变成什么 变成NVIDIA的全球副总裁 那个做了什么 做了自驾的副总裁 所以我认为现在开始什么 黄仁勋也转完了 从原本的AI战 那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所谓的 我们说的车用的晶片战 那这一块我觉得 中国就不会落后 好 我们来看悬虎方向 来听一下昌星的看法 是 我觉得其实前面几位 前辈都讲得很好 选低位接的 对 低位接的 因为指数在穿高 反而要选低位接的 你看上面三个都高位接 纹帽红接 如果说这个就漏了 为什么 全部都喷很多 就PA跟放大器了 所以反过来说车用 有没有机会 今天低位接都动了 那这是什么MOSFET的 那MOSFET两个 一个车用 那一个说我们说的 这些所谓的笔电的功率 放大器也有 所以彭城 强茂跟台办 今天都有动 但是我们如果来超级比一比 很简单一个重点是 你一定要有赚钱 所以你看彭城赚了2.2 可是季减 然后台办是怎么样 你看到赚了0.94 可是季增50% 所以表示怎么样 你现在要看的是怎么样 低基期 营收有季增 然后如果你再来比一比 人家的比一比是100倍 这个比一比是22倍 所以我觉得说台办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筹码面 我觉得相对的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MOSFET的面 你看这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整个筹码集中 你看筹码在卖的时候 整个往下掉 现在筹码集中 散户一直卖 今天刚好低基期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标的 包含MOSFET 包含车用半导体 也许他不像之前的大长 可是他已经修正过后了 中国如果什么 往上冲的时候 这些做零件的 做一些车用金属件的 应该可以来做留意